Hello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咱们沈阳地区的华晨中华 华晨金妹还有金妹雷诺这三个品牌 基本是接近破产的一个状态 很多的员工都已经完成了合同买断 都闲富在家没有工作 大量的人员已经失业了 基本是几万人都已经失业了 还包括华晨研究院的一些研发人员 还有华晨集团的一些工作人员 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都是完成了合同的买断 真的是令人唏嘘不已 当年吃大风云的华晨自助品牌 现在已经破产了 沦落到这种境地 我也和一些朋友聊天了 他们确实也是这样 很难受 很多人都在家里闲着 没有工作 有一些人年纪也比较大了 三十多岁了 四十多岁了 再去外面找工作也不太容易找 另外这么多年 他们在华晨里面非常的轻松 说实在的也没学到什么技能 自己身上也没有什么技术 因此出去找工作也比较难 没有企业愿意要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过滑了那种轻松的生活 当年在企业里 每一天基本就是待着喝喝茶 偶尔的时候处理几个文件 可以说工作强度非常低 甚至有的人工作强度 有效工作时间不足一个小时 有很多的人也是都跳槽去南方了 去浙江 吉利汽车 还有一些遭受新势力的也有 但是这部分人眼光还是不错的 提前做好了自己的一个布局 出去闯一闯 有的人前几年就离职了 因为看出华晨这个状态不行了 还有一部分人是跳槽去北京了 因为北京的主机场也比较多 包括北京奔驰 福田戴姆瑞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零件企业 有很多 但是也有一大部分的人 是贤富在家找不到工作的 这些人确实是一是年纪大 二是确实是没有什么技能 真的是没办法 这就是当下华晨人的一些现状 我朋友的中间媒联 今天也管门了 宣告彻底化碳 当时他开这个媒联的时候 透支的大概不到三十万 是一个上下良成的媒联 省一水豪的时候 他里边有将近二十个放山警局人 由于几年二头放市场不景气 实在是检视不了去了 在今天终于给放农 把房子退掉了 然后再招别的工作去 从去年 国家政策对二头放各种显国 显改 导致二头放市场一直不景气 几年春节之后 二头放市场一旦不这么好 我朋友那个媒联 从二十多个警局人 逐渐 手里还剩两三个警局人 到现在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了 所以说也是 实在是为什么不景气了 我朋友 这个媒联经有了 大概快五年的时间了 省一阵不错 但由于这两件放山行情不好 也终于坚持不了去了 其实我朋友的 这个情况不是隔离 现在每个城市 左右黑洞总结媒联 大量的官门 这主要是跟 放山市场有很大关系 随着几年春节之后 政府又把年轻的各种县国政策 全部结束了 包括贷款 政策现在也可以放红 但是现在市场已经在不好 放假也比去年要抵恨多 恨多放红 都只讲假出手 现在恨多警医人 放山警医人 都专行去送外卖了 或者是去干别的工作 因为放山这个行业 又恨了任 结果又不开担 是检测外卖的 也没有办法去降假服务 其实 从去年下半年到几年 也是放山行业工作人员 比较减醒了一年 也有很多 从事了四经验的放山警医人 专行去看别的工作 说话是不整现嘛 不整现就简直不要去了 这个行业啊 现在不知道 还能为此管理 去年七月份下 我投资了一个小的炸工厂 然后花了小几万块钱 这几个月疫情时间 然后回家各个年上来后 也一直没有过来看过这个厂 然后这边的机器呢 也隔着在这里很久了 一直没有过来看 今天下班比较早 有时间过来看看这边的机器 还在不在 因为那么久都没有使用了 看看还能不能用 卖呢也一直卖不掉 因为找了很多买家来买 连给的低价 给的价格都是很低 当费的 价格收购 自己也一直使不得卖 现在有空过来 帮您看看机器 看看这些机器怎么样 那么久了 看就是这一台 当时我花了 一万 一万九千八百块钱买回来的 用了应该是三个月左右吧 机器还很新 因为就投资了三个月 失败了 现在也就行内抛售吧 四倍还是很新的 然后我另外一个车间 还有几台小的机器 等一下带您去看一下 看看这机器后面 后面的状态还是很新的 这个 目前卖个 一小万吧 一万九千八买来的 用了三个月 现在也就一万一吧 一万一左右 谁要的话 连续我把它拿走 现在去看看另外那几台 这边呢 还有四台 那几台都是不值什么钱 那两台 几百块钱吧 五六百块钱 就可以了 谁要就当费铁卖拿走 这一台机器呢 当时是花了 八千三百块钱买的 这台是个自动 全自动的机器 也是用了三个月不大 只是没有搞卫生 把它洗一下 就看起来就很新的了 这一台的话 就花两千多 那边有个盖子 把它盖上来的 这一台呢 那一台呢 是小几千吧 只剩一半 就四千块钱可以了 四千块钱可以把它拿走 这一台当时好像花了 两千六百块买的 现在也就 就卖个一千几百块吧 应该卖个一千块钱吧 如果全部打包走呢 应该我想卖个就 六千块钱左右吧 全部把它打包走 这五台机 四台机器六千块钱 这都是很新的机器用了两三个月 因为我开厂到最后 没开 失败下来以后 我就开 开工了三个月左右 然后就一直没有失作 机器就一直闲着在这里了 现在也都是行内抛销 低价抛销 这里是四级青服装批发市场 现在四级青服装市场 复工已经第五天了 这是一家丝绸服装批发市场 服装的面料都是以丝绸为主 属于中高端服装 大家随着镜头一起进入市场看一下吧 现在已经进入市场内部了 因为还没有对外开放 在里面走动的都是市场内的工作人员 原来熙熙嚷嚷人及人的市场 现在变得冷冷清清 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店里面都是春夏服装 东庄他们也全部撤下来了 这几天温度一天比一天高 这些老板真的要丑死了 他们丑什么呢 我刚才采访了两个老板 两位老板说出了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客人进不来拿货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市场还在管控区 外面的货不能进来 也就是说这些老板订的货不能进入市场 虽然他们也有很多老客户要拿货 但是他们的货进不了这个市场 所以就没有货发给客户 就是这两个原因让这些老板束手无策 他们很无奈 再不放开的话 他们觉得已经是血本无归了 现在所有的老板就盼着赶紧对外开放 让大家自由进出 否则他们的村庄已经没有办法卖出去了 新上来的下庄也要被积压下来了 换着谁谁都愁 今年这些服装老板真的是太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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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